在城市發展向北傾斜的情況下 南高雄沒落依舊 但今年隨著政府投入大量資源 開發亞灣區 有越來越多五星級飯店 都選擇在這裡插旗 有很多大型的建設都在這邊發生 那相對的來說 其他的一些國際型的 五星級飯店的一個品牌 有在亞洲新灣區這個場域 這幾年陸續的一個開幕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群聚的效益 因此選擇在這裡 打造我們的全新品牌 前年開幕時 曾在西門町先起排隊熱潮的 知名日系零售連鎖品牌 也將在今年進駐 南高雄老字號百貨商場 除了裝潢設計上 融入高雄海港元素 還將推出品牌在台唯一的 壽司專賣店搶公民眾荷包 會有別於在台北西門町 以及第二店的新生店 它的差異的主要的部分是 大力這邊會有一個全台獨家的 一個先險壽司的部分 那面積大概是約100坪 看好南高雄的消費潛力 日系零售連鎖品牌 此次投資2.2億元 搶下百貨商場地下一樓 約1000坪的超大空間 且一簽約就是10年 預計今年第四季就會開幕 以這麼水平比較高的區域的顧客 再加上有新的日系品牌的大電導路 我相信可以給南部的消費大眾 一個不一樣的新型的購物體驗 南高雄發展較早 雖然近年商圈北移 但在地人的消費潛力仍舊不容小覷 我們自去年9月開幕以來 其實在整體的這個 不管是我們的住房綠葉號 甚至我們各家餐廳的一個營業銷售額 其實都在我們的一個期待範圍之內 近期高雄許多重大建設 以及大型活動仍舊以南高雄為主 加上大型連鎖品牌陸續插旗 也讓南高雄的後續發展 跟著備受期待 記者邱玉婷 蘇玉文 高雄報導